文章来源像一道光 阿里献血这件事你可以理解为根子上源自于一种按捺不住的炫耀情绪 发生车祸后一路上巨款包机救护车上阵警车开到护航公职人员参与献血 丈夫的聊天记录无意不是在展露自己的孔雀羽毛 好不容易私立逃生大梦一场醒来发现花团锦簇 不发点什么没法让自己那帮闺蜜瞅见自己SVIP级的超国民待遇和锦衣夜行有什么区别 最让人感到费解的是那几句看起来真挚的解释 涉事瑜伽家属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称 两家几乎没有公职人员 自己是个在单位开车的都是一层层的求人帮忙 连包飞机的钱都是借的 这种回应显然无法解释整个事件的吊诡之处 事发后各个部门均匆匆忙现身 试图撇清关系 更是让整个事件途朔迷离 如上海卫健委回应此事 称事发时上海市卫健部门皆相关部门含见 请求正在西藏日喀泽市的原藏医生前往涉事医院参与救治 而阿里方面则承认干部是自愿献血 医院血库紧张向社会和职工寄行求助 把整个故事串一串怎么捋都让人隐约能感受到背后似乎有一股神秘力量 让万物运转的恰如其分的机缘巧合 一封让上海市卫健部门都要严阵以待的含见 一个引发当地自愿大规模献血的号召 直送华西医院的飞机 严阵以待的救护车 开路的警车 不知道这一切是否来自聊天记录里提及的那位小姑姑 在反复辟谣之后 为何公众迟迟不愿意相信 本质上在于他们对于无限制的特权的质疑 不说网上众说纷纭的故事 就在自己身边 哪怕一个普通的科技干部 都有机会调动子女班级的座位排布 从城市到乡村 从海体到成人 无数个日夜里面的前程往事告诉他们 身边确确实实有一波特权阶级存在 他们有着同样骄傲的面目和话语体系 最大的差异 无非是特权的范围和权力的大小 而这种特权的珍贵之处在于 大部分以权谋私的标的物 甚至无法用金钱在市场上流通 他们太知道自己进医院求医生是什么状态 所以在面对一场声势浩大 过于丝滑的医疗场景时 经验主义只会让他们更加笃信 这是一起势在人为的巧夺天工 在评论区里 更多的网友会提及一种叫天龙人的物种 这种物种出自日本漫画海贼王 他们的根脚来自于800年前 组成世界管理机构的20个国王 并长期以造物主的后裔自居 享有包括无视法律的 主宰个体生杀与夺的无与伦比的特权 当然这只是故事 基于我们的国情 我们的法律 我们的宣扬的价值观 我们出发的地方和想到达的未来 天龙人绝对不应该存在于真实世界里 在我看来 即使整个事件背后确证有人为因素 也最多只是某种十八线外的权势边角 因为真正意义的天龙人 绝不会因为动用这点阵仗而沾沾自喜 他们从小就要受到严格的克制表达教育 从这个角度上看 与女士是无辜的 车祸无法预计 昏迷后也并非自己亲自动用社会势能 醒来想发个视频 感慨大难逃生 顺便希望大家能够艳羡自己的此间际遇 不料却引来滔天舆论 她不懂 所以无谓 更能证明自有缺乏血统教育 这就是她一身清白最好的证明 小姑姑是谁当然重要 也应该得到解答 这是解开整个故事的线头所在 大家都想看看 背后是否真有一位天龙人 站在汪洋如大海浩瀚的民意的对立面上 然而 在所有人都在追问小姑姑是谁的时候 倒更希望看到的是 如此阵容豪华 声势浩大的医疗服务 不用一封来历不明的罕见 也能常态化作用于每一个看病的病患身上 希望哪怕没有外力加持 治病救人 以人为本会成为社会轮转中最基础的共识核谈